HELLO 大家好 我是Hack 歡迎收看Enterbox 有一天我在用我的電腦下載東西的時候 覺得速度真的是慢到快要受不了了 這時候我就突然想到說 我的手機也有網路而且是吃到飽 但有沒有可能我手機的網路 疊加電腦原本的網路變成1加1等於2呢 所以我就上網查了一下 而且還真的可以 然後步驟超級簡單 我們現在馬上就來看看到底要怎麼做吧 我們以下載CSGO為例喔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的網路速度 最高是1.5Mbps而已 那我們馬上就來做個操作吧 我們到這個網路這邊 然後連接我們的Wi-Fi 那現在就是有兩個不同來源的網路喔 那理論上它應該就可以疊加起來了吧 但是實際上的狀況並不是如此 以連線以連線喔 大家看到 但網路並沒有加上去 因為我們還缺少了一個步驟 首先先右鍵 然後開啟網路和設定 變更界面卡選項 我們可以看到Wi-Fi是已經連線的 以太網路也已經連線 我們先在以太網路按右鍵 然後內容 網路通訊寫定第四版 點下去 進階 自動計量這邊把取消打勾 輸入20 或者你想要的數字應該都可以 然後確定 確定 確定 那再來是Wi-Fi這邊 做一模一樣的操作 第四版 進階 取消 20 然後確定 確定 確定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網路的速度變化 喔 標起來了嗎 可以看到已經到最高4.8 6.0 7.0 OK 我們已經看到網路速度提升了非常多了 幾乎爆增了快到10倍啦 不過當然是因為我原本的有線網路太慢啦 但這個方式的限制就是 你必須要有兩個以上的不同網路來源 然後以及電腦要兩張網卡 像是我的就是有線網路跟無線網路 那要分別接到不同的來源 如果你的網路線是直接接你的Wi-Fi分享器 然後Wi-Fi又再接同一個Wi-Fi分享器 那樣子是沒有用的喔 那步驟非常簡單吧 如果覺得有幫助到你的話 請記得訂閱Enterbox 想看更多教學或者開箱 也可以到我們的頻道去看看喔 那我是Hack 我們下次見 掰掰